阿法6400 開箱 阿法6400 Sony在2019年最新推出的阿法6400 是繼6500之後最新的APS-C相機 但是因為機身沒有阿法6500具備的五軸防震 所以序號定位為6300的進階款 機身設計也跟其他機代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配備了Sony最新的對焦系統 阿法6000的對焦點有198個 而6400增加到425個 同時有人臉辨識還有眼部追蹤對焦 阿法6400可以錄製不限長度的4K影片 但是我會買這台相機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可以錄製每秒120V的慢動作影片 像這樣 第二個是大家期待已久 終於再次出現的翻轉螢幕 所以當你在自拍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到自己是不是在畫面中間 也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臉是否有清楚對焦 這對我們經常移動邊走邊拍的人來講實在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只有拍照的話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你需要錄影的話 這個小鐵片會經常在你走動的時候發出卡拉卡拉的聲音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馬上把它移除 同時Sony的對焦系統向來是非常出名的 可以迅速的切換對焦主題 不太需要擔心沒有對到焦的問題 現在大家除了畫質之外也很注意音質 所以要有配備3.5mm耳機孔 這樣才可以外接麥克風收音 好的 所以希望你會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在留言告訴我 因為第一個我不是講英文 我是講中文 第二個 會介紹很多我喜歡的攝影器材 攝影配件 之後呢還會跟大家慢慢介紹我的一些裝備 比如說 而且之後還會慢慢跟大家介紹更多 就是我的喜歡的一些裝備 比如說 手機配上Moment的鏡頭 或者是 Sony X3000運動型相機 或者是Osmo Pocket 或者是有一些 手機可以用的移動式 像滑軌的效果 或是一些鏡頭 之後會慢慢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 那首先這個影片就是 為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最新的 Alpha640開箱 好的 今天影片到這邊 掰掰 部份 1 2 5 6 5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